欢迎收听财经营评方ATM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1月12号12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美股财报发力 谁是黑马谁落马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财经营评方的Roger 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ETF的影音课程呢 已经破千人预购咯 同时呢我们也会打开第三个解锁 跟大家之前说好的 也就是讲师的QA直播尬聊了 确定就加开了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下方的连结 就可以跟一千位学员一起上课了 好这一次的Podcast 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来公告一下 因为真的太多的听众朋友在反映 就是M平方的Podcast 其实含金量还有资讯量 其实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充足这样 所以一整集听下来 不但要用原倍数来听 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所以我们本周开始呢 我们会尝试将一周的 After Meeting Podcast 变成两集 然后并且呢 就是在你们现在听到的 礼拜天的原时间 还有礼拜二早上来上架 大家可以在周日的时候 听完了吸收一下 然后就进到我们的快报 来看一下 研究员每次讲的报告 它的内容 它的图表到底怎么样 来自己去想分析自己的一些看法 然后在礼拜二早上的时候呢 可以反复的确认 跟你的理解的方向是否是一样的 不过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是我们做了一次的尝试 所以还是可以希望听到用户的回馈啦 看可以怎么样调整 让大家是最好吸收的 大家可以在下方 用评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好 进入正题了 上个礼拜 我们和定毛产业笔记的站长 合入了一个产业特辑 那其实有用户反映说 哇 只讲了科技产业不够不够不够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讲了更多产业的话题 这样子在离上个礼拜 又过了一周了 已经有将近九成的 美股的Q3的财报 基本上都开出来了 那美股这几天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尤其在11月10号 美国的CPI又公布了 创下30年来的新高 年增6.2%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 看全球的全球市场研究员 Viviana来跟大家分享咯 哈喽 大家好 好 我发现每次Vivi来 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就有很多粉丝在欢呼 Vivi压力会大吗 嗯 还好啦 好 进入话题之前呢 一样哦 先请Vivi来跟我们回顾一下 本周的行情重点吧 好 那11月初以来 其实欧美股市这边都是 很high的一个状态 包括说S&P500 是看到连续8天的上涨 然后其实不止S&P500 美股的三大指数都是起破新高的 那表现最亮眼的就是NASDAQ 然后同样属于科技性质的费半 更是涨幅非常的凶猛 过去一个月以来上涨了接近20% 同时欧股这边也是创新高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样涨幅呢 在这个礼拜看到有一个中断 主要就是在周三的CPI公布之后 不过我自己会觉得 这比较是属于涨多修正的一个性质 是比较多的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CPI这个数字 可能到明年第一季之前 都还是会在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那这一次来看的话 其实市场似乎也没有做一个 太过度的反应 那轻易市场这边相对就比较弱一点 不过其实在新市场这里面 我们同样还是可以看到 比较强势的区域 像是台股 最强台股 对台股就是一个大反攻嘛 一局战会晚期 那这个礼拜 尤其是在周一周二的时候 涨势也是非常强的一个状态 那在会市这边 美元指数这个礼拜 是有回到95以上 是今年的一个高点 美国的10年期公债 也是这个礼拜看到小幅 都回到1.5%以上 那这两个其实同样都是受到 礼拜三的一个通膨数据来去影响 不过除了美国这边 会市这边也是在 最近几周有看到比较弱的 像是澳币跟英镑 那澳币跟英镑 为什么会看到比较弱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 前一周英国央行跟澳洲央行 都分别有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那这两个央行呢 虽然都是持续朝向紧缩去迈进 可是他们在最新一次的会议上面 他们的鹰派的一个幅度 其实是不如市场想象来的紧缩 例如说英国央行 他就是超乎预期的 并没有做升息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导致说过去两周以来 这两个会是看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那原物料市场呢 其实这一两周是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降温了 尤其是在工业金属跟农产品 那只有贵金属来看的话 这一几周是表现比较强势的 那主要是因为 还是因为通膨影响啊 就是通膨持续的在向上 然后再加上说刚刚讲的央行 有些央行的紧缩是不如预期的 来带动说 例如说像美国这边的一个市值利率 就是来到历史新低的位置 好 谢谢本周的行情重点 今天的主题主要会focus在我们 研究员这边 昨天11月11号 发布的最新的快报 快报的主题是 美国Q3财报优于预期 2022应该关注的重点板块 那欢迎大家等一下呢 可以打开这个快报 跟我们一起阅读 那讲到财报 和大家最关注的科技巨头啊 我这边也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一下 在podcast界不可不听的M观点 其实M观点大家应该都熟悉啊 也是M明方的好朋友Mula 那他是科技巨头解码的主笔嘛 他大概这个频道呢 一周是两次更新的 这样一个内容 主要分享的是数位经济 投资理财 商业思考 还有一些时事分析 像近期分享的元宇宙啊 特斯拉 甚至到四大公投的议题呢 都可以在Mula的口中 听到他精辟的分析 M明方也曾经在 美国大选这个议题上啊 和Mula一起在podcast上讨论过 我相信 有在M明方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蛮认识Mula 或是认识M观点的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想多了解呢 可以跟M明方频道一样 一起订阅起来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好 进到我们的主题啊 M明方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 其实就一直在提到嘛 进到Q3之后呢 制造业走向缓增长 那全球的景气由复苏转向扩张 那制造业最强啊 政策最宽松啊 那基期最低的时期 基本上已经过了哦 那其实从美国的Q3的GDP表现 也可以看到啊 成长是逐步回归到 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来问Vivi 美股的Q3财报呢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一次的财报啊 其实你如果单单 从整体的一个数字来看 它好像没有太亮眼的表现 可是市场反应却很好 那其实这就是 我们一直提到 缓增长的一个影响 其实不只是Roger刚提到GDP的表现啊 像是美国第三季的零售销售 它的绝对金额也是低于Q2的 可是呢 财报它这一次 同样是反映同一件事情 那我们去看一下 S&P500的一个EPS 第三季的EPS是 疫情以来首次 没有在单季创高的一个状态 那第三季的EPS 大概是51块左右 那跟上一季相比是 小幅的下滑 年增大概是 只稳在35%左右 可是为什么财报公布 开始公布到现在 已经公布了9成以上嘛 却激励美股这样的一个大涨 然后去带动全球市场 包括说风险情绪的一个回温 其实这最重要的原因 是在于市场预期 那市场预期的部分啊 其实在经过了 一年的一个大规模的宽松啊 然后还有近年上半年看到 财政的一个刺激 然后去叠加说下半年 我们逐渐看到的是 基期垫高的一个状况 其实市场早就已经去预期说 第三季的获利会走坏 可是这样的预期啊 实际上开出的数字 却是大幅的优于预期的 包括说 S&P500里面 其实有高达8成以上的企业 它最终开出的数字是 比原先预期的好 那这个81%呢 是还是高于5年的 大概76%左右 那到底高出多少呢 在幅度上面 我们可以去看它 未预期的一个营运宣告 也就是说 最终开出来的数字 跟你预期的比 就是高出几% 那这个也就是 大家常听到的 Earning Surprise 那这个Earning Surprise 大概是10%以上 那这个10%以上数字 也是在5年平均的 8.4%以上的水准 所以整体而言 可以说是先前市场 对于第三季的财报 有一点过度的去悲观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反映在情绪中 包括说 我们看到AII的一个 看空比例 它在9月的时候 是来到疫情之后以来的 一个最高点 可是近期是快速 拉回的状态 那其他的情绪指标 例如说像贪婪指数 也是从20的一个低点 那最近是 快速也攀升到80以上 那80以上就是一个 极度贪婪的区间 对 所以也显示说 景气从复苏转向扩张 然后制造业循环 由上升转向下降趋势的 中间这样的一个过渡期 其实已经慢慢来到尾声了 那来到尾声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市场它的预期 其实慢慢的再做 重新的调整 就是说好像没有 原本想的这么悲观 对那同时呢 也是因为企业的一个获利 在这一次的财报中 也是展现了 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真性 以及成长动能 好 刚刚Vivi其实讲到的市场预期 我们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未预期盈余 可以再帮我们多解释一下 未预期盈余 就是Earning Surprise的部分 还有这一次 这个Earning Surprise的结论 在产业上呈现怎么样的分析结果 好 那本次去看一下 各大产业的EPS表现 可以简单的归纳出 财报开出之后 最优于市场预期的产业 那可以看的就是 Roger刚刚讲的 未预期的盈余炫告 Earning Surprise 这其实是在财务分析上面 常会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 财报实际公布之后 那它实际开出的是 比原本市场预期多多少 或者是少多少 也就是一个市场 它先前没有预期到的 一个盈余营收的一个状态 其实像总经数据上面 也有类似概念的一个指标 那也就是花旗 经济之数嘛 就是经济数据实际上比 大家想的还要好 还是差 这样子 好 那回到这一次的财报 那本次的一个Earning Surprise 它还是双位数增长的 主要是来自于 房地产 金融 能源 医疗保健跟通讯 那其中房地产 它的一个Earning Surprise 甚至有高达40%以上 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那最弱的则是原材料 然后Earning Surprise 可能不到5%左右 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 结构上面来看 优于预期的一个加速占比 刚刚讲到大盘 大概是8成左右嘛 那8成以上的产业有哪些呢 分别是医疗保健 资讯科技 金融工业 其中资讯科技 甚至是9成以上的 财报 企业的财报 都是优于预期的状态 好 大家现在如果有打开快报的话 应该就可以直接看到 刚刚Viviana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Earning Surprise的 这个Ranking 然后跟优于预期的加速 我们其实都在图表上呈现了 好 我们进到产业好了 我们从弱势的先开始讲 好不好 就是 明方其实提到了很多次 制造业其实进入缓增长 然后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 天然基地跟能源价格 持续的高涨嘛 这样的情况 能源跟原材的板块 是不是差异会越来越大 Vivi 好 这一次的原物料板块 其实就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分歧 也就是说 能源板块表现得很好 可是 原材料板块 确实很弱势 那这跟 上半年或是去年状况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讲到说 第三季开始 可以看到的是 各国的一个 制造业品 卖高档回落 那上游的厂商或者是经济体 都开始看到库存的回升 然后也去奠定说 我们去讲说 制造业它是往一个下降周期的缓增长去走 那原物料价格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不像是上半年 或是去年第四季来 全面性的上涨 包括说工业金属这边 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面是转弱的 我们在11月的月报 其实有讲到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还是比较亮眼的 就是来自于油价的表现 对那主要也是因为 一个季节性的因素 也就是在年底取暖的 一个旺季来到 然后包括说 真烈油的库存 还是在比较低的一个状况下 去刺激练油厂 去做一个拉货的动作 所以油价这边的话是 它反而是 还有一波的一个需求在 这样的冬季的一个取暖需求 也导致说 全球的原油库存堆积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 会供过预求的时间点 从明年原本是 假设没有这样的一个 冬季的需求的话 是在 看到Q1 对 看到明年的Q1 会出现供过预求的状况 那因为今年冬季的一个 气温是特别寒冷 所以将这个时间点 递延到第二季 所以我们在第三季的一个财报 就今年第三季的财报 可以看到 能源板块的表现非常亮眼 那除了是 它第三季的EPS 年增率是2700% 那这是因为去年 它们的机器 机器太低了 对对对 可是假设 因为很机器很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数字 我觉得参考性 没有到那么高 那实际上 可是可以去看的是 能源板块 它同时也有的是 13.8%的一个earning surprise 尤其是在大型油气 就是这些线流比较稳的企业 像是 XMF 或是Chevron 它们都是 今年在第三季 都是打败市场预期的一个状况 不过相比之下 原材料板块就是表现得比较弱势的 其中刚刚有提到 它除了earning surprise很低之外 它的一个优于预期的加速占比 也是相对来讲 其他板块也比较弱势的 所以整体来说 原物料市场已经过了全面最强的一个时期 可是在冬季的季节支撑之下 能源板块 它短期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会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要去试试 可可去留意说 它的一个工序反转时间点 目前最新的预测是DM到Q2 那建议大家可以逐月来去观察一下 各大的一个像是EIA 或是IEA或是OPEC 它们的一个预期 有没有去做调整 那工业金属的话就是 很简单从价格来看 普遍上它的一个报价 其实就都没有在创高 没有在持续创高的状况 或者是走弱的情形 所以很难去看到 像今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强力支撑 好 整个原物料市场 基本上最近用近期来看 比较可以关注的 反而就是像天然气 原油这样子异军突起 那echo回刚刚Vivi讲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提醒用户说 现在看起来这个工需的问题 它可能会从明年2022年的Q1 DM到Q2 但我们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逐月来观看这样的工需需求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原材的部分 原物料的部分 再来啊 Vienna在快报里面有发现了一些黑马产业 异军突起 那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好 这次财报啊 就是看到了两匹黑马 就是在财报实际公布上面的幅度 是大幅超越市场预期的 主要就是在房地产跟金融类股 那房地产我们一直讲说 它是大概是17到18年一次的房地产循环 那这次又搭配说疫情啊 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宽松的环境 我们简单的从S&P的一个房价指数 就可以看到 近期它是已经连续9个月的双位数增长 所以它的那个成长的邪率是非常大 对非常高的 那怎么样去影响到房地产类股呢 主要还是除了房价之外 就是要看房租嘛 那房租大概就是落后房价 大概一年的时间会去做反应 所以我们在今年第三季开始 就是这一次的财报 我们逐渐的开始看到 美国房租的一个年增率也开始挥扬 这也是我们一直讲到说通膨 支撑通膨在高档的一个项目 房地产房租这边啊 其中就是像是一些REITS的一个企业组成为主 就是它的房地产板块 这一次的财报 例如说像是AMT SPG 或者是大众仓组PSA 这些不同类型的REITS 其实在 其实看REITS你 不完全是要看EPS 他们更注重的是在 营运现金流 FFO这边 那刚刚提到了这些 比较大型的REITS的一个公司 它这一次在营运现金流 其实也都是打败市场预期的 所以房地产这边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这一次的房地产周期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金融海啸之后 大概是12年 重新开启它的一个堕头循环 那最新的数字来看的话 库存还是在非常低档的一个状况 然后需求都还是 就是蛮畅旺的一个情形 所以房地产周期 它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房租的压力 刚刚提到是近期通膨标高的项目 所以近期来看的话 其实REITS它反而也是成为一个 抗抗的一个标的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快报 我们研究员Mark有写 就是美国房地产 那也有针对REITS的部分 也有跟大家说明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快报 那REITS其实很大的营收来源 是来自于房租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 现在看起来通膨起来了 然后房租又高 但是REITS为什么可以来看说 它是抗通膨的一个标的 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好 讲完房地产 那金融股呢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好 那刚讲通膨嘛 这一次同样受惠到 就是还有金融类股 那因为上半年呢 我们知道景气的预期是在回吻 那更重要的是通膨预期 是飙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情形就带动说 过去一到两季 我们可以看到是支援率曲线它快速的转向 陡峭的一个情形 那随着说 大概是在年终之后 我们有一直在讲说 缩债嘛 这样的一个紧收预期攀升 然后这其实都是会有利于 金融股它的一个营收 那也带动说第三季 像是美国银行 花旗或是富国 这些比较大型的银行 或是金融机构 他们的财报表现也都是很强劲的 其实也不只是在美股 从台股其实有一样的状况 我们知道台股八九月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盘整期 其实在这个修正期 我们可以看到说 金融类股表现是相对 相对撑盘的 然后因为观察一下外资的资金 其实也很多都是一直在流入金融股的 好那金融股后续怎么看 我会觉得说它短期的话 还是在一个紧缩预期下面是有支撑的 可是你再去看长一点 值率曲线的一个变化 我们知道我们讲制造业 它进到一个下降的一个周期 那明年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短循环 它衰退的几率是 较近年来讲是比较高的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会去压抑说 长端的利率 它没有办法再持续往上 另外的话就是 明年非常有可能会去做省息的动作 那这个是有利于短端的利率去做回升 所以一长一短这样判断下来的话 支撑率曲线 它其实接下来走平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确实这两个月也有看到 它转平坦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情形其实就是相对 今年来讲是比较不利于金融股的 我们金融股 其实在这一大段的生产循环上面 好像都比较少被 不管在眼平坦还是 极老在关注循环的提到 我想问Vivi 就是说时间拉长来看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点来关注金融板块 才是胜率比较好的呢 好 那就借这个机会来讲一下 其实有利于金融股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我自己会觉得是在复苏段 也就是支撑率曲线明显转向陡峭的一个时期 所以如果你把S&P500的金融的一个板块 跟大盘同时拉出来开 你会很明显看到像是1990或者是2000年之后 甚至是09年金融海啸 它虽然是由金融板块 金融产业就是爆发的一个衰退 可是对09年之后 你还是可以看到金融类股都有拉出一段 Outperform的涨幅 那主要是因为银行的获利就是来自于利差 那在复苏段的时候 除了信贷活动它开始好转 利差的空间也开始回升 所以这样的情形就会有利于金融股它的一个获利 或者是说市场预期它的获利会好转 那资金就会随之流入嘛 可是当景气走到一个扩张段 扩张段我们会看到其实是直律率曲线平坦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再加上说随着一直紧缩紧缩紧缩到后期 景气比较后期的时候 你其实会看到是信贷活动慢慢的在放缓 这个时期呢 其实金融股相对于大盘的表现 就会走向比较正 但它不一定会Underperform 可是它相对复苏段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那唯一的例外就是在80到90年代的时候 因为政策的一个因素嘛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80年代 雷根的一个放任经济学 然后包括说 克林顿它废除了那个格拉斯的一个法案 然后全面的一个监管开放 都会都使得那个时候的金融股 它还是保持比较强势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一个例外 好 谢谢Vivi跟我们讲 现在从财报看到这边来 其实我们整理了两个重点 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 在原物料板块 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能源板块 跟原材板块 基本上走势是呈现分歧的 但我们还是希望关注 就算能源板块因为天气因素 然后让它近期的表现 是比较Underform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它在明年Q1 甚至DN到Q2 它的工序反转的时间点 那再来看到 异军突起的两次黑马 基本上就是房地产跟金融股 那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房地产跟金融类股 这两个板块 在接下来Q4 或是明年通膨议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它们的走势会是如何 好下一集 我们会针对三个 从Q3财报看到的产业趋势着手 而且很巧合的是 也不知道很巧合 就是趋势其实是Mapping的 可以完整的呼应 白宫发布的百日供应链报告 那下一集 我们会在11月16号 早上8点的时候上线 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下一集的内容 好本节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不错 给我们下方五颗心的评价 并且可以留言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